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数大招风衰势多 林心如先前遭新日 环珠格格搭档尔康周杰怒桥 批林在节目上爆料他强行蛇 问他是造谣后 又被网友挖出林心如 或建华高调参加慈善业 却在捐款名单上没列明 引发热议 今13日 有粉丝晒出公益平台捐款截图 可见霍建华在紧急救援 爱心包裹等项目捐出共100万人民币 足见他为善部 欲人知的低调性格 林心如去年7月与霍建华完婚 日前他俩难得为北京巴沙明星慈善与活动之邀显出红毯合体 林心如以一席紫红色路肩里浮现身 看来先气逼人 两人互动成为全场焦点 但之后当晚捐款数据曝光 可见黄晓明 邓超 安义轩等夫妻秀恩爱同时不忘慷慨解囊 却不见霍建华夫妇的名字 引发网友正反两极评论 对此 霍建华的粉丝稍早晒出一张公益平台查询捐款状况的截图 可见霍建华以自身名义与公司名义 共寄捐了100万人民币现爱心 给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4年也曾默默捐款 给剑洞病人协会 另也有网友挖出霍建华昔日受访谈公益影片获主 以证明霍建华对慈善捐款绝非 光说不做 说 都是被黑的体无完肤了 粉丝被逼无奈踩在一个个平台上去查 其他的不知道 反正粉丝在这个平台上 查出今年以来捐了100万 不是标榜什么 真的只是无奈地澄清忙着筹备下月婚礼 宋仲基此演新剧 韩国男神宋仲基去年与宋慧桥合作的韩剧《太阳的后裔红遍亚洲》 两人更因此而谢假情真 谱出此地恋 更将于10月31日结婚 近日宋仲基完成韩片军舰党的宣传活动之后 并与宋慧桥一同到美国拍摄婚侠照 更被不少人在当地目击他们外出 而早前有传宋仲基将拍摄剧集Signal 编剧金恩西编写的丧尸新剧Kingdom 宋仲基方面 曾表示正积极讨论有关事宜 不过今日有指宋仲基 依谢决了该剧的邀请 由于金恩西的剧本一向高质素 不少演员都想出演 但据悉剧集会于10月开拍 宋仲基又忙于准备与宋慧桥 于10月底举行的婚礼 所以最终决定不出演Kingdom 剧组方面承认曾讨论宋仲基出演的事宜 最后未能成事 现在仍在进行选角 不少网民对于宋仲基未能拍摄Kingdom 感可惜更提议让孔 刘 苏志谢或是朴宝剑出演与昆琳分开第五篇 痴情周董录影信不在焉 昆琳最近因为拍片前往纽约工作 周杰伦还一同搬家过去 只不过因为周董9月份 在大陆有演唱会的关系 只好先与老婆暂时分隔两地 分开的第一天周杰伦就在IG上 曝光自己对昆琳的思念 并写道 才刚回来就开始想念 在布鲁克林桥下草地野餐的感觉 而分开的第五天 周董又在IG上写着 录影到刚刚 心都走了 并放上自己哟 愁的背影照 许多网友看到痴情周董如此沧桑 纷纷留言安慰他说 心疼 抱住胖胖的你 心已经飞到老婆身边了吧 控诉薛之千骗才骗感情 网美提抱与前妻复合是假的大陆歌手 薛之间日前在微博高调 想再爱一次复合前妻高领心 让网友都知乎愿意再相信爱情 不过最近知名网美李宇童 发文控诉遭薛之千骗前骗感情 质疑他痴情的形象都是假的 李宇童在微博写下展文 说他与薛之千起初是单纯合作伙伴 不过有一天薛之千向他告白 但因为高领心怀了孩子 所以只能跟他结婚 婚后高领心流产了 薛之千认为自己被骗 提出离婚 却被索求一千万离国费 薛之千只好拜托李宇童一起凑钱 不过高领心一直拖着不离婚 李宇童本来想分手 薛之千就会动怒 把公司家具电脑都砸烂 并承诺会解决 他只好选择相信 但之后又说高领心得了脑垂体流 需要一千万看病 让他心死决定放弃感情和两人 共同经营的网店 也选择在这时候爆料 虽然他没有主要证据 不过他的好友张大义和弯弯 都发声力挺 连极限挑战官博 都准发他的PO文表示 早就知情 其实很早就知道你们在一起 只是极限挑战随后就删去该片微博 并澄清自己被盗账号 另外有网友查出薛之千与李宇童一起开的网 拍电欧之里隶属潮石文化公司 不过李宇童并未拥有50%的股份 只是担任改变的一模而已 让许多网友认为他的爆料真实性极低 与昆林分开第五天 痴情周董录影心不在焉 昆林最近因为拍片前往纽约工作 周杰伦还一同搬家过去 只不过因为周董9月份 在大陆有演唱会的关系 只好先与老婆暂时分隔两地 分开的第一天 周杰伦就在IG上 曝光自己对昆林的思念 并写道 才刚回来就开始想念 在布鲁克林桥下草地野餐的感觉 而分开的第五天 周董又在IG上写着 录影到刚刚 心都走了 并放上自己哟 愁的背影照 许多网友看到痴情周董如此沧桑 纷纷留言安慰她说 心疼 抱住胖胖的你 心已经飞到老婆身边了吧 控诉薛之千骗才骗感情 网美提报与前妻复合是假的大陆歌手 薛之谦日前在微博高调 像再爱一次复合前妻高调心 让网友都知乎愿意再相信爱情 不过最近知名网美李宇童发文控诉遭薛之千骗前骗感情 质疑她痴情的形象都是假的 李宇童在微博写下掌文 说她与薛之谦起初是单纯合作伙伴 不过有一天薛之谦向她告白 但因为高调心怀了孩子 所以只能跟她结婚 婚后高调心流产了 薛之谦 认为自己被骗 提出离婚 却被索求一千万离国费 薛之谦只好拜托李宇童一起凑钱 不过高调心一直拖着不离婚 李宇童本来想分手 薛之谦就会动怒 把公司家具电脑都砸烂 并承诺会解决 她只好选择相信 但之后又说高拓心得了脑垂体流 需要一千万看病 让她心死决定放弃感情和良人 共同经营的网店 也选择在这时候爆料 虽然她没有主要证据 不过她的好友张大义 和弯弯都发声力挺 连极限挑战官博 都准发她的PO文表示 早就知情 其实很早就知道你们在一起 只是极限挑战随后就删去该片微博 并澄清自己被盗账号 另外有网友查出薛之谦与李宇童 一起开的网 拍电欧洲里 隶属潮石文化公司 不过李宇童并未拥有50%的股份 只是担任改变的一模而已 让许多网友认为她的爆料真实性极低